那样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 什么选择困难症 密集恐惧症 强迫症 我咋就你事多呢 我就不信了 如果吴彦祖在你家楼下等你约会 你拖延症是不是立马就好了 如果你手里有一张无限透支的黑卡 你选择困难症是不是立马就好了 如果你家屋里有大金条 对上一面墙那么高 你密集恐惧症肯定立马就好了 如果别人送你一栋 有两个大门的别墅 你强迫症也立马就好了 每次我剪完头发 在结账的时候 我都感觉我的理发师 在跟他同事搅我舌头跟子 就是总觉得他同事跟我理发师耳语 你给他剪成这XX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理发师说过啥份 他还得谢咋你 然后我解完账转身说 谢谢啊 理发师说你看看 触对象啊 你一定要提前跟闺蜜串好口风 否则很容易坏事你知道吗 我跟我前任刚认识一个月那会儿 有一次出去吃饭 他点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 什么小龙虾香辣蟹啥的 我哪敢敞个两尺啊 第一个你吃的不好看呢 再一个装花了怎么着 好融化的呀 然后我就忍着馋 我就吃不计口 他特别惊讶 说亲爱的你怎么了 你闺蜜说 你俩上次吃小龙虾 吃走两三拨人呢 最谈的那种炫孩子的 只要一大桌子人吃饭 肯定把孩子拎出来 来来来来 给大胆们表演个节目 你这样子就造就出一批 虚荣心过剩的小孩 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 到处需要他们家孩子 能把圆周率背到第一百位 这个已经成了他们家 来客人的保留节目了 后来有会儿 我去他们家吃饭 肯定也不例外 来来来来来 给阿姨背一个圆周率 孩子刚要张嘴 我说停 等会儿 我先手机摆动一下圆周率 我一边看着 你一边背 小孩都快哭了 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 就只要你妈 大声喊你全名 你基本上就是探生事了 想当年 我上学的时候 每当我妈 大声喊我全名 离波 我马上就开始 主动扫地 主动倒垃圾 主动擦桌子 认真学习 每次都能幸免一难 逃过一几 基本上 不管我身体有啥毛病 我妈都能给我确诊 总结为四种病因 活该 还不是因为你 熬夜不早睡 一天到晚玩手机 没好好吃蔬菜 天天点为卖 我一闺蜜 知道她老公有小三以后 一没哭 二没闹 先去给孩子 报了俩兴趣班 再给自己办了 两张美容卡 然后给两家老人 又买了意外保险 然后给自己买了 名牌包和衣服 她老公也不是那种 超级有钱的大土豪 虽然这边开销呢 能花得起 但是小三没钱花了 然后小三就不满意 闹别扭 吵架分手 后来我闺蜜 提起这事的时候 就一句话 哼 跟我比花钱 老娘拿的是主 我闺蜜